如果是根据这一刻的利率情况 其实在再之后那一次的加息 即是来到5月5日之后再一次的加息 都有机会进一步是0.50 所以这个比较快的部分 其实也是令到市场是比较震慑的 也是令到普遍的股票 特别就是说那些股值相对比较敏感 和利率相对比较敏感 科技型的股票其实回调的幅度也是相对比较大 那我们现在要看一下那个所谓消化的力度是怎样的 当然也就是说在中线的角度去看 其实那些企业都是要看回它本身的盈利的素质 和有没有一定的所谓的盈利的增长 或者就是说有些企业都可以证明到 它是受惠于一个所谓经济比较强劲的增长 而不是说所谓利率的增加而所拖累的 而且就是说可能它的股票也相对比较合理 那如果是这样这一类的企业也都是比较容易重拾那所谓的升势的 就是等于打个比喻就是说其实我们不是说 没面对过加车周期的这个 比如说之前这个就是2016到2018年的那个加车周期 那我们就说都加了很多次息 这个加了就是8次10次就是8次是所谓的息 但是我们看到最后打个比喻好像Apple那样最后会升 这个最后就是升 所以就是看回那个企业盈利的所谓的素质 当然最后要补充一下它就是说在现在就是所谓加息 可能连续两次都是double hit的这样的情况之下 是对于一些是可能没有特别停收那些是纯粹说时销率的那些的 科技股那个沽压就可能相对比较大了 那所以就是说如果是以保障自己的角度 就应该宁愿去选取一些MECACAP的是有PE的 或者低PE的科技股那然后就是说那些是传统类的股份 或者是受惠加息银行股 而不应该选择高波动的纯粹PS模型的科技股